花莲吉安乡农会近十年总收益 在花莲县农会都是排名第一的 而当年吴乌吴地会员农友慷慨无席出借稻谷 来帮忙农会盖年迷场 如今走过了百年 集结了档案史料田野调查 特别出版了新书 希望能够做到世代传承的目的 吉安乡农会欢庆一百年 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吉隆一百特展 新书发表吉隆特产品新品发表会 军雪活动吉隆农名城开幕等等 2条10号这一天 在吉安浩克一书村举办 希望之地世代传承 吉安乡农会百年制 新书吉隆特产品新品发表会 我们吉安乡农会一百周年庆祝的日子 那我们将我们的百年制 以书的方式来出版 那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秘书 彭天龙彭秘书在农会服务四十年 以及我的前理事长王毅德 因为他们两个的回忆录 记载了我们农会的历史 非常的详细 才让我有这个出书的念头 那以出书的方式就是希望说 他有书的编码 可以在国家图书馆典查 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代人 跟世世代代的人 都能了解我们吉安乡农会的发展史 吉安乡农会从零到有 到现在的基务农会 感谢我的前辈 曾正乎总案室 赖来平总案室 许荣满总案室 所奠定的基础 让我可以站在这巨人的肩膀上 继续的展望未来 继续的让吉安乡 几乎的农会传采下去 在这希望之地 世代传采 92水秘书子翠修的彭天龙表示 他已在农会福为荣 因怕没人知道 过去相关人员的辛苦血汗智慧 他已自行基督下来集结成册 供百年之新书来参考 过去他们辛苦没有人知道 尤其是农村的这个 精英啊 李建设他们 本来就是 他一届是四年 两届是八年 做到两年以后 所有婚婚去离开了 但是他们留下的这些 血汗智慧的结晶 都没有办法让人家知道 所有写这本书 所以今天努力办这个 一百周年是意义相当的大 但是我是感觉到我领到这个奖 事实上是很惭愧啦 但是没有年又很没有礼貌啦 所以我是代表所有的农会的员工 他们的辛苦我是代表领受 家乡農会如今有浪野的经营成绩 美国一百零年开始 都是华林县各农会中的总收益第一名 稳健的农村金融服务 文明全台的吉安市保 韭菜 农村菜 芋头 吉安米 近年来开发新积极事业 包括吉农冰品城 保健作物加工厂 不仅照顾吉安乡的农民 也照顾更广大的花园县农民 现在许生物也全程参与 新书发表会计时会的活动 同时也有导人解说员 来述说吉安乡农会的历史发展 吉安乡农会的历史发展